儿童能不能喝咖啡 这是一个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关心的问题 咖啡是一种很常见的饮料 有很多人喜欢喝 因为它可以提神 增加精力和注意力 但是 咖啡对儿童来说 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咖啡的成分和对儿童的影响 咖啡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 这是一种刺激剂 会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咖啡因的作用是阻断脑内的一种物质 叫做腺肝 它可以让人感到困倦和放松 当腺肝被阻断后 人就会感到清醒和兴奋 这对于成年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效果 但是对于儿童来说 却可能是一种有害的效果 儿童的身体和大脑还在发育 他们需要足够的睡眠和营养 才能保证正常的生长和学习 咖啡因会干扰儿童的睡眠 导致他们睡得不好 不深或者不够 睡眠不足会影响儿童的注意力 记忆力 情绪 免疫力 食欲和激素水平 甚至会增加他们发生事故和受伤的风险 咖啡因还会增加儿童的心率和血压 造成心跳过快 血管收缩 胃酸分泌过多等问题 这些都会对儿童的心血管系统造成负担和损害 咖啡因还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和情绪 让他们变得多动 不安 焦虑 易怒 难以控制 这些行为问题会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和社交技能 让他们难以适应学校和家庭的环境 咖啡因的效果可能会持续数小时 甚至一整天 这取决于儿童摄入的咖啡因的量和他们的敏感性 有些儿童对咖啡因非常敏感 即使只喝一杯咖啡 也会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咖啡还会影响儿童的营养 因为它可能会取代更健康的饮料 如牛奶和水 并可能降低他们对食物的食欲 牛奶和水是儿童最需要的饮料 他们可以提供钙 水分和其他重要的营养素 咖啡则没有这些营养素 反而可能含有大量的糖 奶油和鲜奶油 这些都会增加儿童的热量和糖的摄入 增加他们患上肥胖 糖尿病和蛀牙的风险 综上所述 儿童不应该喝咖啡 因为咖啡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有不利的影响 儿童的咖啡因安全剂量没有经过证实 而且每个儿童的反应都可能不同 因此最好是限制或避免儿童摄入咖啡和咖啡因 尤其是12岁以下的儿童 儿童可以喝水 牛奶或果汁 吃均衡的饮食 以获得他们所需的能量和营养 这样 他们才能健康地成长 快乐地学习